4号的中午花电市府前路一辆轿车要回转 直接从外侧车道内切 导致了原本徐时在内线道的执行重机车 是闪避不及直接撞上 说信双方驾驶都没有生命危险 不过重机因为是知名品牌 骑士更是把车壳改装成了限量版 因此维修业者就出估 这个费用恐怕高达60万元 监视器清楚拍下自小客车外侧车道回转 跟同向执行的重型机车发生碰撞 骑士当场摔飞出去车辆零件也喷飞 我的车子有从这边这样回转 因为我知道放双方线不能回转 所以我就这样拍过来要回转 然后他就蹦 事故发生后原警火速赶到现场处理 重机横躺在地一地零件碎片 骑士手跟腿都受伤 人就坐在路边就在4号中午 自小客车回转过程中跟重机发生碰撞 那唯一规定回转的话 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 条例采除位移规定变换车道 另外如果从外侧回转 与执行车发生碰撞 也会有为离让执行车的造成 不过被撞重机可是大有来头 全球限量具有20台 而且只在欧洲地区发售 这是只能在赛道上使用的车款 车壳上头印有经典的纪念涂装 售价是39500块钱欧元 换算成台币 大概是138万 不过碰上车祸事故 歧视不光是伤痛 更多的恐怕是心痛 而警方到场 确定两车驾驶都没有酒驾 肖事原因也都还需要厘清 该负行则逃不了 另外凶车费用 恐怕也不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